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王委員玉敏質詢 詢答時間為30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林院長 請林院長 王委員好 院長請教你一下 這個是今天各大媒體在報導的一張圖片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到這則新聞報導 這是我們的太平道 是從Google衛星裡面空照圖拍出來的 那現在呢 國防部跟海巡署都說 這個是國防機密 所以不適合對外公開 本期想要請教你的說 這到底是不是國防機密 因為這個照片看起來是非常的清清楚楚 跟王委員報告 我也看到這個新聞 但是我還沒有時間問 是不是請那個李署長來說明 好 是國防部部長還是海巡署 署長 現在李署長說明好 報告委員這個確實是機密的事情 不宜在對外公開來說 不宜對外公開嘛 那如果是機密的話 本期要請教的是 現在Google上面全都錄 怎麼辦呢 這樣的一個照片 其實全球 不管是對我們有敵意 或者是沒有敵意的人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那可能可以去推測猜測 我們在進行什麼樣的一個工程 所以你們的亡羊補牢的措施會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已經找Google公司在做後續的處理 找到什麼 找Google公司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有跟Google反應了嘛 對不對 是 已經反應了 因為現在包括像美國 英國 世界上其他國家 他們對於這種比較重大的軍事設施 或者是工程 或者是重要的城市 他們事實上都可以要求Google 把這樣的一個照片 可以模糊化的處理 那我們到底 這個國防部長也在 我們這些重要的軍事設施 包括我們重要的首都等等 我們有沒有必要要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模糊化的處理的工程 這次跟Google反應 只反應這單一的照片 還是我們其他都已經盤點一遍了 我們都會做要求 比照做這樣的一個處理呢 就我們夜館的 我們都已經跟它 你們夜館在海巡署 那國防部呢 我們也準備這麼做 準備這麼做 什麼時候 海巡署是已經做了 國防部準備這麼做是什麼時候 我會回去研究了以後 再來給相關的單位來指令 黃部長這件事情要非常的明快 我希望你們速度可以跟上海巡的速度 我認為海巡署長發現這個問題之後 立即的反應這是非常好的反應 國防部不要慢半拍 要跟上好不好 特別是我們重大的這些軍事機密 不應該是在Google的整個衛星圖片上面 是全都錄的狀態 我要求應該要立即處理 院長你認為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要立即處理 謝謝王源指教 我想我們應該要立即來處理 我們也會讓國防部盡速來處理 好 那謝謝這個院長的指示 這件事情本期要求立即處理 這涉及到我們的國防機密的問題 好兩位請回 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呢 本期要請教的 就是有關於外管採測的問題 因為今天媒體剛披露了 就是我們巴黎有一位 我們的旅客 其實是遭受到攻擊 在搭地鐵的時候遭受到攻擊 那這件事情就凸顯出我們外管的重要性 我要問的是 我們的外管有沒有在第一時間 去關心到這個旅客 現在他的安全的問題 他到底有沒有生命危險 有沒有提供協助 李部長來說明好嗎 好 李部長 那個我們在外管呢 已經在第一時間呢 到醫院去探視 我們受傷的國人 目前呢我們了解呢 他並沒有生命危險 但是呢需要進行手術 另外我們這個外管也跟這個 法國的警方了解案情 那這個警方呢 目前還在這個釐清的程序當中 另外呢外管已經向這個 受傷的這個家屬的家人 這個通報了 那目前呢按照受害人的說法 他是跟兩位友人同行 在這個車上與這個乘客 發生口角 也可能有這個肢體的衝突 那這個下車了以後的時候 那那個對方呢從車窗啊 抓了我們這個被害人的手背 而火車開動的時候呢 因此呢被拖 拖刑啊 因此受傷 所以整個的案子啊 法國警方啊還正在 好 所以確定 他現在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對的 但是需要手術 好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 我們駐法代表處 應該要給予必要的協助 這是一定的 但這件事情也讓我們看到 一個外管存在的重要性 跟必要性 對 那昨天媒體披露 就是說我們現在外交部 要裁測的外管 包括的是 美國關島 沙烏地阿拉伯的吉達 德國的漢堡 還有駐挪威代表處 等四個外管 這個消息是不是屬實 這個只是一個 擬意 因為 但是民進黨的立委都知道 為什麼在野黨的委員都不知道呢 事實上本席昨天 一整天都在詢問外交部 到底我們猜測外管這件事情 定案了沒 總共要裁測哪些外管 結果一整天問不到消息 什麼時候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淪為民進黨的外交部 結果是由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對外表示說 確定了 就是這四個外管 而且還是你們有一個 所謂的小組會議 你們直接告訴民進黨的立委的 我請教李部長 什麼時候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已經做小了 變成是民進黨的外交部 這樣子可以嗎 你有維持行政中立嗎 這個我想王委員已經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啊 你昨天的表現像是民進黨的外交部啊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當然知道這個事情 那為什麼只對民進黨的委員透露 本席昨天也打聽了一整天啊 不得其門而入啊 為什麼這樣的差別待遇呢 抱歉 我的助理沒有告訴我 以後會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同樣一個訊息要公開 怎麼會只對某黨的委員公開 其他的在野黨不得其門而入呢 來 讓我向王委員報告 整個的行政程序是要 所以這個到底定案了沒 為什麼民進黨的立委可以對外公布 而不是由外交部對外公布 這太奇怪了 外交部必須要簽你公文到行政院 那你們就可以公告 你們已經對民進黨公告了不是嗎 這最後定奪啊是我們的院長 那院長你知道了嗎 您是看報紙知道的嗎 李部長沒有跟你報告 目前沒有跟我講說是要確定的結果 那你認為就由民進黨的立委對媒體公布 我們大家是從民進黨的立委才知道外交部的政策 這樣是對的嗎 剛剛李部長已經說應該是還沒有定案嘛 還沒定案就已經講出去了啊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希望這樣的狀況要改善 我希望我們的行政人員 我們的政務官 某種程度的行政中立 還是必須要維持 院長你同意嗎 同意 特別是像這樣的資訊 是可公開的資訊啊 怎麼會有在野黨的立委問就問不到消息 但是就是單向的跟民進黨立委公開呢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本席要求 應該是應該是都問不到消息才對啦 因為直到行政部門有確定的時候好不好 是 好我希望院長您答應了以後不要再出現這樣的情況 這個讓在野黨的立委非常非常不能接受 另外一個本席要追問的就是這四個外館猜測的理由是什麼 外界都很好奇 比如說大家有問到像北歐挪威 剛剛有委員才去北歐訪問回來 挪威沒有做得不好啊 為什麼他要被裁測 而且現在國人很喜歡到北歐去旅行啊 那他裁測之後他的功能是 鄰近的外館會來幫忙嗎 還是你的機制又是什麼 如果萬一遇到類似像今天 我們有旅客 他就在當地發生狀況了 未來就是在挪威 那這樣的情況 請問我們的外交部是不是有適當的機制可以來做處理 向王委員報告 這個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朝野立委都有這樣的看法 認為說以我們的國家的國力 我們目前外面有117個外館 這個規模數目啊 是大於像加拿大跟澳洲這樣的國家 如果他真的是該裁兵的外館 本席也支持 所以本席現在問你的具體問題說 你這四個裁測外館的 具體的原因跟理由是什麼 而你的替代措施做到了嗎 因為現在國人非常喜歡到國外去旅遊嘛 萬一遇到狀況的時候 你的機制會是什麼 你應該告訴大家 在北歐四國 目前如果我們最後院長裁定裁測挪威 我們還有三個館 而且這個王委員很清楚 北歐整個面積啊 並不是那麼大 所以將來我們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可能就讓瑞典代表出 尖俠挪威 到時候從斯特戈爾摩 飛到挪威 應該是 本席要問的是這樣的一個答案 就是你的配套措施要做好 這個是一定的 就是如果你們是嚴謹的評估之後 本席當然支持 但是 但是這個部分我希望當院長拍板定案 對外交代的時候 你們要對外說明的非常的詳細 要不然大家會說 為什麼是這四個 這一定你放心 好不好 那這個部分呢 你們的替代措施也要非常的完整 好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本席要接著問的 是有關於我們的國際空間的問題 最近即將要發生的就是ICAL 就在加拿大下個禮拜要舉行了 李部長您過去是駐加拿大的代表 對的 這件事情你到底有沒有史上力 到底我們在這個ICAL 我們可不可以拿到邀請函 上個禮拜我記得您回答 委員的諮詢的時候你說很樂觀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會不會獲得ICAL的邀請函 貴賓邀請函 我們可不可以拿著邀請函 去出席今年在加拿大召開的ICAL 大會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收到這個邀請函 按照2013年9月24號 我們拿到邀請函的作業標準 它是在兩週前 13天以前 對 就拿到邀請函去出席的 現在就下個禮拜二要召開了 今天是禮拜二 只有七天的時間 如果現在都還拿不到 是不是代表不可能拿到邀請函 我想也不完全這麼說 因為目前許多的這個交涉呢 還在進行 還有多少機會 你預估還有多少機會可以拿到邀請函 百分之多少的機會 有一半的機會嗎 從一個外長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我們能夠適當的參與 讓這個國際間 這個大家都希望 但本席要問你的是 你必須據實以告嘛 到底現在情況是樂觀還是不樂觀 你上個禮拜告訴大家是樂觀的啊 樂觀代表說 我們是可以拿到邀請函的嘛 那又過了一個禮拜了 下個禮拜 其實大會就要召開了 你應該要把真實的狀況告訴大家 而不是 如果真實的狀況是很糟糕的話 你現在在國會 你還說繼續說樂觀 還繼續說可能 結果到時候根本就是一場空 這樣也是不對的吧 我想未來的三天是一個關鍵的 所以你的dayline是禮拜五 未來三天就是禮拜五 禮拜五如果沒有收到 就確定收不到了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子的 好 這個是本席要講的 現在兩岸關係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維持現狀了 但是沒有辦法維持現狀的情況底下 我們的國際空間似乎受到了衝擊 從今年的WHA 到現在的IQO 還有11月要舉行的APEC 請教院長 目前我們APEC的代表人是誰 是現在媒體傳聞的宋楚瑜先生嗎 還是又換了人選 你有沒有最新的消息 因為你們跟蔡英文總統都有定期的會面 這個議題你們有沒有交換過意見 這個部分讓李部長來說明好嗎 好 我想任命領袖代表是總統的權責 那按照這個慣例呢 這個 我們現在到底確定人選了沒 今年的主辦國 決定權 所以總統都不跟你商量的 你都沒有辦法知道 還是你現在不能對外透露 被嚇打封口令 我現在還不能夠對外透露 所以你已經知道人選是誰 那本期只問你一個問題 過去馬政府時代 是卸任的副總統的層級 請問今年我們台灣APEC的代表 到底有沒有達到像副總統層級 卸任副總統層級 這麼高的一個政治領袖的高度 還是會輪為只是一個財經的格員或者是代表 不過我覺得不一定要把層級來這樣子比較 我只問你是 我只問你回答問題馬提部長 你每次都迴避問題 我說你只要回答我 我們的層級的代表 是類似卸任副總統這樣子的一個高度的一個代表 還是只會輪為只是一個財經格員的代表 就這兩個你回答好不好 不要再繞到其他地方去 本期還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是要等到這個主辦國秘魯的特使 在這個月月底 你這問題無法回答好 那接下來你沒有辦法回答 那接下來什麼時候我們人選代表才要確定 這個月月底這個主辦國秘魯的特使 會到台北來 在那個蔡總統接見他那個場合的時候 蔡總統會向這位特使表達 因為這個各種考量 所以說他會為請某某人代表他 出席這次秘魯的APEC的高峰會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答案 就九月底下個禮拜就有答案 時間還沒有完全確定 目前我們看到電報是大概是九月底 也可能十月初 因為秘魯總統正在中國大陸訪問 等到他回去以後 他才能簽這個邀請函給我們的蔡總統 好我們九月底我們想要看我們今年的APEC的代表的人選 會是什麼樣的人選 本席希望我們新政府上任之後 事實上我們的國際空間 我是希望是越走越寬 不是路越走越窄的 但是如果最近這幾個一個情況 本席真的是憂心忡忡 年底之前還有幾個國際的會議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去參加 到底可不可以出席 我覺得這個李部長你責任重大 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些見術跟表現出來 好接下來我要轉到這個內政 李部長你請回 接下來我要請教的是林權院長 這個最近有八個縣市首長 他們等不及了 看到我們現在中央政府跟大陸的互動關係非常的冰冷 幾乎是完全沒有辦法再往前跨進一步 所以呢他們自己的縣市自己救 他們自己組團呢 他們前往到大陸去 因為他縣市的觀光縣市的就業 他等不下去了 人民也等不下去了 所以他們前往這個大陸 那他們這樣的一個自救模式破冰之旅 請問院長 您贊成他們到大陸去救自己縣市的觀光嗎 我想兩岸的交流 本來都應該是好事情 但是我們也希望像這種經濟活動 不要因為外面就是有很多說 不需要有這個政治前提在前頭 我想這也是對的 好你贊成他們的交流 但是今天早上你回應媒體的時候 你有多回答了一句說 不希望他們傷害國家的主權 對 是不是這樣 那你認為這一次八位縣市首長 他們到大陸去談觀光 談這個就業 談農產品的問題 請問他們有傷害到國家的主權嗎 因為我不瞭解他們有簽什麼東西沒有 你不瞭解 你怎麼可以不瞭解呢 這個旁邊這一位是 對 交通部是次長 王次長 公關有報告 他們大概有八項的 為什麼是次長上來 應該是陸委會主委吧 這是交通部 這是跟觀光有關 好 那這個交通部 他們這一次八線市首長去 就是談他們的觀光問題 他們有傷害國家主權嗎 想就 如果在沒有前提的狀況下 如果能引來更多的陸客來 那事實上對觀光是一個注意 那我跟這個王委員報告 事實上也沒有 自己縣市也沒有自己救 現在在行政院這邊 我們的政官推 事實上推出一系列的 有一系列是不是 那國人會很想知道 這個王次長 你的一系列是什麼 大家也都在等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是縣市首長發動 然後民間團體業者自己組團 那你說中央有計畫 中央要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 我們今年有大概估一下 就是說 今年的陸客大概會減少到八十萬 就是到年底 會減少八十萬 所以比原來媒體預估的六十萬 還要再更多 去年大概四百一十六 那我們預估大概三百四左右 但是這個八十萬 我們現在有幾個來源 希望能爭取 第一個就是我們南向裡面 在我們這個東南亞 就是死果裡面 去年是一百四十二萬 那我們就是希望增加到一百七十萬 那現在我們的一些文宣 都開始在東南亞 所以你說東南亞可以增加三十萬 對 然後日本 日本是今年 有把握達到 應該我們現在是往這邊 因為今天是次長來 我記得賀成部長 他上個禮拜回答委員的詢答說 今年千萬觀光客是回不去了 達不到了 那你現在回答是說你又做得到了 應該應該是答得到 我在跟委員報告 答得到齁 好 日本客去年是一百六十二萬 那我們到企業的時候已經一百萬了 所以我們去年是覺得他可以破兩百萬 那另外一個是韓國 韓國是最近成長很多 大概去年六十五萬 我們希望是到九十萬 所以剛剛加起來大概一百萬左右 所以你說整個東南亞加日本韓國可以增加一百萬的觀光客 所以扣掉陸客減少的八十萬是可以彌補過來的 所以總量可以達到一千萬的觀光人次 這可以 那為什麼上個禮拜你們賀成部長說不行 這個禮拜你就說可以 還是你提供不實的資訊給他 我們部長也是覺得一千萬可以做 但是的確 那個委員所提到的裡面必須要一些轉型 因為過去我們大概有兩百多個這個旅行社都接大陸團 那現在如果做一些改型 就是轉型的話就是必須 好 你說一千萬的觀光客可以達得到對不對 然後去年的觀光外匯的收入是四千五百八十九億 也可以達得到對不對 這個是上個禮拜你們賀成部長承諾的喔 他上個禮拜的說法是說 人數達不到 但是產值絕對達得到 那你今天的說法是說 千萬的觀光客做得到 那千萬觀光客竟然做得到 四千五百八十九億的觀光外匯也一定做得到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要掛雙保證喔 沒有 跟我來吧 產值當然不一樣 團客的產值 那這樣子太奇怪了 上個禮拜部長說法跟你現在次長說法不一樣 為什麼今天賀成部長沒有來 是什麼重要的事情請教 他出國 他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好 那院長直接問你好了 因為一下子是部長 一下子是市長他們兩個答案都不一樣嘛 你可不可以掛雙保證 上個禮拜是賀成部長 他說絕對達到觀光的產值 那這個數字就是四千五百八十九億 今天次長在現場說他可以達到千萬的觀光人數 院長你敢不敢掛雙保證 今年年底台灣的觀光客可以達到一千萬 台灣的觀光外匯的收益可以達到四千五百八十九億 你敢不敢掛雙保證 我想應該說這是我們設定的目標嘛 這個目標在這邊當然是希望 你有沒有信心達成啊 市長都這樣回答了 部長這樣回答了 院長你願不願意幫他們背書 因為這裡面未來幾個月的變數還有嘛 假設照他們的估計他們是希望能夠以這個為目標嘛 所以院長對他們兩位沒有信心嗎 不是沒有信心 我覺得如果說是照他們的估計 未來不會有重要的變數的話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可以接近這個目標 應該是可以的 但如果說未來幾個月會有什麼樣的變數 是很難講的嘛 所以不要用這個一定要印套的人家說他一定會 所以你們不敢掛保證嘛 這個部分我希望大家比較務實的評估啦 如果院長敢掛保證的話 那表示說你們對於部長對於市長的說法是很有趣 我們看年底的結果好不好 看年底的結果 看年底的結果 那如果沒有達到呢怎麼辦 那我們要看什麼原因嘛 沒有達到的話 部長和市長要不要換人 如果明天對岸說我所有路客都不來 那當然就達不到嘛 對不對 這有很多外在因素在嘛 對啊 但你們總是要做政策評估啊對不對 當然啦 我們會做評估 要很審慎的做評估嘛 評估是基於合理的一個合理立場嘛 因為剛剛市長非常樂觀 然後東南亞 他已經預估出一個數啦 他說這個路客減少八十萬啊 那東南亞加日韓就一百萬啊 所以絕對可以cover的啊 不管是賀成部長講 或是王市長講的 基本上都是在一個假設的這個 就是未來 所以還是一個假設嘛 好 接下來本希 這個理性的情況下嘛 我覺得現在整個路客的減少 我們觀光受到的衝擊 產業受到的衝擊 這是非常真實的民生問題 執政黨有責任要去解決 執政的團隊有責任要去解決 所以這個部分 我希望這個內閣團隊要加把勁好不好 我們一定會努力來解決 而且我們希望 接下來呢 我們對我們的觀光旅遊業競爭力 還是有信心的 好 兩位請回 接下來本希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下個禮拜就是教師節了 院長 本希要請教你 私立學校的職員 教師姐可不可以放假 放還是不放 目前的規定應該是不放 不放嗎 錯 編制內的不放 編制外的可以放 因為有的是適用勞記法 接下來 私立中小學代課老師可不可以放 應該是不能吧 不能放是不是 兼行正直的可以放 公立學校的校車司機可不可以放 應該這樣講 這個就基本上說 應該是比照五一勞動節的情況 比照五一勞動節的情況 那可不可以放嗎 你說 就是五一勞動節怎麼放 校車司機可不可以放 校車司機如果是按照 五一勞動節應該屬於勞工的 當然是要放 他可以放 公立幼兒園的教保員可不可以放 這個部分 如果他是不具有勞工資格的話 那當然 如果具有勞工資格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放 好 院長你這樣回答下來 你有沒有覺得很亂 你覺得亂不亂 你覺得亂不亂 當然是一個不好的現象 我看到這個現在 教育部部長上來了 部長我請問你 私立幼兒園928這一天 到底要不要開園 要不要上課 謝謝 我跟網友報告 因為這部分 目前我們也 要不要啦 沒有這個幼兒園本身也可以因為 私立幼兒園要不要上課 你回答 不是全面性 而且是看家長這個需求 可以跟幼兒園這邊 來做一個討論 得到幼兒園這邊 他也可以把孩子 所以是家長跟幼兒園商量出來的 那公立幼兒園要不要上課 同樣的 我們會得到 會有照顧 因為公立幼兒園裡面 本身也有幼教師的部分 他本身就是應該要上班的 所以如果家長打電話來問你說 我的孩子唸公立幼兒園 我要不要把我的孩子 928這一天送到幼兒園去 你要怎麼回答 因為家長就直接 就會跟學生家長 因為這部分 那你現在知不知道全國 全國的私立幼兒園跟公立幼兒園 有多少比例是要上課的 有多少比例是要放假的 其實王委員 我想這個部分的原則就是 院長沒有問你 讓部長回答 你有沒有掌握嗎 是 部長有沒有掌握嗎 目前現在私立幼兒園跟公立幼兒園 全國的比例 到底928這一天有多少是要上課 有多少其實是不上課的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是從家長的需求裡面 所以你沒有掌握嗎 我看部長其實是回答不出來 好回答不出來 那就請回 接下來本席要問的 不只是928 在你們的執政底下 把928這一天搞得大家很亂 還有接下來的 今天媒體已經預告消息了 我希望院長在這邊 部長也在這邊 要不要提前告訴大家好消息 2016年期間限定 僅止五天 可以放的假 除了剛剛的教師節之外 接下來的 10月25號的光復節 10月 10月31號的這個講公誕辰 還有 11月12號國父誕辰 12月25號的行線紀念日 請問這幾天假 是不是在這邊已經可以跟全國的勞工朋友 沒有預告 這幾天假 也通通都是放定了 因為媒體已經搶先報導了 是或不是 這是院長要回答還是 部長要回答 請郭部長來說明 報委 如果修法來不及的話 這幾天假是要放的 看修法的速度 目前這個法已經在立法院 那現在來得及還來不及 看立法院什麼時候排這個議程要審查 本期已經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10月的光復節 還有講公誕辰 應該是放定了 因為如果按照現在立法院整個審議的期程 一定是來不及了 所以現在應該就可以跟全國的勞工朋友宣告 趕快排連續假期 而且只有今年有 明年以後又都消失了 本期稱今年的這些假叫做快閃國定假日 因為這都是我們現在的內閣團隊一手創造出來的 只有今年有 明年以後修法通過也不會再有了 這是不是現在勞動部的政策 在你們整個法案的思考不周全的情況底下 導致今年獨特的狀況 只有2016的期間限定版 只有2016 我們全國勞工朋友可以放到教師街 可以放到蔣公誕辰 國父誕辰還有行線紀念日 過了這一年都沒有了 又要通通被勞動部收回來 是不是這樣 跟王位說明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在解決過去勞基法修法所遺留的問題 過去沒有出現這樣的狀況院長 你全是錯誤耶 過去2015年 你問問全國勞工朋友 過去2015年從來沒有出現 928教師要上課 然後全國的勞工放假一天 從來沒有 過去已經有十幾年沒有這樣子的情況了 我為什麼說是2016的限定版 只有這樣的情況 只有今年才有 要嘛就是我們現在那個有魄力一點 勞工的訴求是要恢復這七天的國定假日 不要只有今年才有嘛 以後每一年都有 現在不是要搶救民調嗎 如果以後每一年都有 全國的勞工朋友 應該會給我們的行政團隊很大的掌聲 怎麼會有一個政策出現 就是這麼離譜荒謬的情況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現在執政的狀況 因為你自己的思考不夠周延 你思慮不周 然後民進黨團呢 在立法院這樣子的情況 他把原來的執政團隊他的法案退回 又沒有配套措施 然後法案又不能及時通過 所以導致出現這麼荒謬的情況啊 我覺得這是為什麼現在整個執政團隊 民調會這麼的低迷 難道院長 部長 你們都沒有看出問題的原因嗎 如果這幾天的假期只有在今年出現 只有限定2016年才有 這是非常荒謬的事情 我們希望你們可以看到 你們現在真正執政的問題跟本質是什麼 我們是希望能夠解決 就是過去修法之後 那個沒有能夠落實最終二次的問題 最後本期認為現在內閣還是存在這幾個亂項 我希望這個我們林全院 好 接著請林淑芬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30分鐘 請 請 請我們院長 林院長 請林院長 院長 剛才國民黨的王毅民委員問你的問題 你回答不出來 我幫你回答 這個國定七天假日比公務人員還要多 那七天 這二十年來都有 然後呢 依照我們現行的法律規定 國定假日如果要出勤 是可以補休或是給付加班費的 換言之 有些事業單位有出勤的需要 是可以挪移休假的 那在部分的事業單位在過去的做法 是給予一年七天的彈性休假 讓勞工自省去排休 部長 你要回答不出來 所以說928放假有亂象嗎 那我要問你 如果928放假不一致有亂象 那五一勞動節 還不是一樣嗎 五一勞動節一樣 勞工放假 公務人員沒放假 王毅民問的問題通通都存在 為什麼沒有人提出來質疑呢 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比照五一勞動節 我剛剛已經說明是要比照五一勞動節就好了 那我就要告訴你 我們今天要問說 休假日不一致是問題嗎 院長 休假日不一致是不是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所有勞工的 勞工的立假日都不是休禮拜天 有的人是休禮拜一 有的人休禮拜二 有的人休禮拜六 服務業的勞工周六周日出勤 他可能是周一到周五在排休 非服務業的上班族的勞動階級的 他禮拜一到禮拜五在上班 周六周日在休他的立假 所以自古以來 我們要講休假日不一致 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真正大的問題是什麼 真正的大的問題是 休假的權力不一致啊 所以我現在要從頭講起院長 不要忘了這個議題怎麼燒起來的 這個勞動政策的問題是從 國民黨執政時代 他告訴勞工說 解決過勞之倒 全世界工時第三高 所以我們要降低工時 所以他說我們要來 從雙周84小時調降到周工時40小時 一方面給我們縮短工時 另外一方面他說配套 要給資方交代 要砍掉國定假日七天 那是國民黨時代 一邊說要降低工時 一邊拿掉人家的休假 這是兩手策略 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所以我們不解 說民進黨執政以後 砍七天假仍然要砍 但是民進黨執政有一個配套啊 院長你提出來 砍七天假的配套 跟我們總統講的有一樣嗎 總統講說 在休假期一 然後呢 不影響勞工權益的狀況裡面 同意休假期一 那你砍掉七天假的配套是什麼 我們已經 第一個就是我們會讓這個 就是過去的那個不能做修 不能把40個小時 分成6天這個情況呢 我們會加以改善 讓它不會不存在 那麼當然做法就是讓他這個 周日如果他真的要去加班 把那六個小時移到周日的話呢 他會加班費貴到 他覺得他不值得這樣做 那麼這樣就會讓這個 不會有廠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提了一個一例一休 是作為砍七天假 休假期一的配套 一例一休是你們的配套嗎 一例一休的目的 一例一休目的 是避免過去40小時 把它分成6天的那個情況 讓它不至於發生 主要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問你 你砍七天假的配套是什麼 因為你們聲稱要降低工時 解決過勞之導 可是砍掉七天假又拿掉休假 這個是一個矛盾啊 哪有人說拿掉休假 有心休假 然後就說我還要降低你的工時 拿掉休假 怎麼會是讓勞工休息呢 我們應該這樣來講 基本來說就是如果40個小時 如果是分在五天 一天八小時的話呢 那麼這時候人 我知道 那你現在講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一例一休嘛 對 但是我要跟你講 一例一休 你上媒體接受電視採訪的時候 你講得很清楚 全台灣800萬的勞工 65%都已經週休二日了 也不需要一例一休 可是對65%已經週休二日的人而言 你是砍掉他的假七天假 不是他們愛什麼掌公紀念日什麼台灣光復日 他們也不是要愛放什麼教室假 都不是他們要的是休息 林委員 這樣子啊 如果他原來有七天假的話呢 那就他勞動條件比現勞結法來的要高 勞動條件比勞結法來的要高 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好事情 那他就繼續維持 企業可以繼續維持這個條件 我問你我我覺得我剛剛講的 勞動的休假日不一致不是問題 勞動休假的權力不同 這個才是問題 我簡單舉一個例子 你們認為全國休假要其一 颱風假有休假有其一嗎 颱風假休假有其一嗎 公務人員 中央信項局 行政院發布這個停止上班上課 公務人員全部就停止上班上課 可是呢這個有法定的颱風假 那勞工可以這樣子有法定的颱風假嗎 勞工的命不是命嗎 請問勞工在宣布颱風假的時候 是可以有法定的颱風假嗎 有嗎 這個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讓那個 來不想勞工有沒有法定的颱風假 如果說非常大了非常危險了 政府宣布應該停班停課了 已經是非常重大了 這個有生命之餘的 這種天然災害 這個有對這個工作者有危害了 他宣布停班停課 請問勞工可以 法定的颱風假可以放嗎 包圍目前為止沒有法定的假 因為颱風本身它不是一個假 但是他因為這樣的情況 他可以在家裡 但是雇主可以不給信 你這樣胡說八道什麼 你知道以服務業為例 剛過一個幾個颱風啊 零售百貨業專櫃 銷售人員工會的網路區 受問卷調查 2015年有79%的專櫃人員表示 颱風期間被百貨公司要求出勤 今年7月的尼泊特颱風後 也有74的員工表示被要求出勤 勞工的性命不是命嗎 為什麼我們在法律裡面規定 事業單位因為業務性只需要 然後特定勞工在天然災害發生時出勤者 可以雙方約定 有公會者真的公會約定就可以上班 或者是協議來不上班 請問大家都要被迫來上班 你知不知道 那我請問你 這個休假有其一嗎 休假權益有其一嗎 勞工跟公務人員休假的權益有其一嗎 沒有 那我再請教你們 同樣是工作者 為什麼公務人員 他有有心的試假 全新喔 五天 勞工為什麼一天都沒有 然後勞工請試假 休假一年最多只能14天 為什麼公務人員沒上線 這裡試假要不要其一 休假的權益要不要其一 院長要不要其一 病假28天一年 公務人員全新 勞工 這個一年不可以請病假 不可以超過30天 然後還半新 這個休假權益有其一嗎 林委員你剛剛講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了解過 比如講說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颱風的問題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是颱風 那麼已經到達某個標準 其實是有危險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讓企業去讓 除非是為了公共安全或其他原因 那麼去出勤或者再繼續上班 不應該可是都是在冒著生命危險在送 在外送的在百貨公司站櫃 你說不應該可是通通要 依據法令 他沒有法定的颱風架的休息權利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是不是 我們會來研究 那我問你如果你要去研議 試駕跟公務人員其一 要不要研議 病假公務人員其一 要不要研議 特休公務人員其一 要不要研議 婚嫁其一 要不要研議 商駕產駕 你不能說只有在勞工比較優勢的 十九天的國定假日裡面說要其一 試駕病假特休駕婚駕產駕 然後颱風駕 連命都不等值啊 我應該這樣來說明 就是說目前每個行業的那個 公務員跟其他老公 確實是目前有很多地方是不一致的 因為我現在要問你 沒有我現在要問你 沒有我現在要問你 其他部分當然我們可以去逐項來看 就是怎麼去改善 因為我們確實有注意到 就是要改善勞工的工時 當然就是它的休假時間 我問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院長 你認不認為台灣的工時真的是 普遍都過長 這個部分我有注意到 為什麼台灣工時會過長 當然就是說有一個 我知道有一個講法是認為我們的 part time的人數偏低造成結果 但這是不是真實我還要再求證 但是我覺得不管是不是台灣工時變長 那麼我們讓工時 隨著國民所的增加 我們應該讓它改善 減少這都是應該要做的 工時過長你承認 那你還要拿掉我們的價 然後 沒有拿掉價 你拿掉七天價 這七天不一定要放在當天 這七天是可以挪移的 那你覺得台灣人 台灣的勞工 他的年假加國定假日很長 比世界的平均值還要長嗎 林委員應該這樣來講 第一個就是 我們上次把工時從 兩週八四縮減到每週四十 所減少的工時 那你覺得減少的時數 已經讓台灣的工時變得夠短了嗎 如果減少工時是這樣 我們一步步來 減少工時 如果說它真的是 不要弄在禮拜六 你覺得這樣子工時在減掉 那你又不要在一個取巧的地方 因為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六十五的勞工 本來就已經週休二日了 在百分之六十五的勞工 都週休二日的時候 為什麼工時還是這麼長 那些百分之六十五的 週休二日 你現在的週公時是四十小時 百分之六十五 都已經休四十小時了 為什麼他們工時還這麼長 那我現在要問你 你知道台灣勞工有薪休假 跟OECD國家比 是長的嗎 我知道 砍假以前 台灣的年假特休假 再加上國定假日 台灣大概有二十六天 跟日本一樣 輸這個OECD國家 然後比韓國還要少 砍假以前喔 跟日本一樣喔 砍假以後 比韓國還要少 比日本還要少 比香港還要少 比馬來西亞還要少 這七天我們不在乎 國定假日 勞工要的是休息 是不要再過勞 不要再超工時 超長的工時啊 所以我們講 我剛剛講所有的改變 都是希望一步步來嘛 那我們是希望說 這一次的改變 是比原來有改善 那你告訴我 你下一個階段 要做什麼政策 你一步一步來 下一個階段 你先砍掉勞工的假了 那你的配套是什麼 砍掉國定七天假日 不是不能談 那你要把假還人家 還是你認為勞工有心 年假只能有十九天 比較合適 我應該這樣來講 休假部分 當然是可以去 不是不能去討論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必須要說明 就是說這次我們做的 應該是把過去那個 兩週八四變成 一週四十小時 那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有效 如果配合我們現在講 一例一休 是可以有效的 讓我們的休息時間增加 沒有 雖然你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其實 院長你明明知道 65%的勞工裡面 早就週休二日 那你的一例一休 不是降低工時的配套 你的一例一休 等於是某種程度 是加薪的配套 你加的是到那 沒有週休二日的 百分之三十五的勞工身上 可是對百分之六十五 被拿掉假的人 我們改善了 你的配套是什麼 我跟你講 65% 裡面有一部分勞工呢 他們過去 會有週休二日 就是因為他們 把國定假日 移到這邊來 其實他們的國定假 原來也是沒有的那七天 那麼只是說是 這裡面不是每一個 有些是勞工比這個高 可是過去 過去都有啊 很多事業單位 是給他們七天 彈性休假 過去很多民間企業 它是這樣子 它是 它是把那七天假 把它拿來抵禮拜六 你知道我意思 那麼這裡面 它也可以放到週休二日 但是呢 問題來之下 有一部分不是是 給了那個禮拜六之外 它剩餘一部分 它還是給它 彈性休假七天 這個都有的 所以不是65%的人 都是因此惡化 不是的 但是我們要到最 最糟糕的是那 35%那些 他們真的一個禮拜 工作六天 甚至六天以上的人 拿掉七天休假 你們認為台灣的勞工 有薪休假日 是太長了嗎 不是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我們是這樣來看 你休假其一 沒關係 那你休假的天數不夠 年假這麼短 超長的工時 那你怎麼解決 我們分幾個階段來看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我們先回到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 當時在國民黨執政時候 它那個週休二日的改革 那個改革是沒有配套 所以造成今天問題 我們把那個改革來看 就是週休 兩週是28次 變成一週40小時之後呢 如果我們配合 我們今天的配套 其實他們的勞動 整個的休息時間 是增加的 至少沒有避免更壞 但是呢 我們也樂意去看到 進一步的改善 如果將來我們還是有能力 或者我們現在去檢討 它的休假部分呢 如果真的能討論 那我們也可以看 去增加它休假時間 將來如果需要再改善 它現在就是過勞 藏工時低薪 我們每一個階段改善 我現在要告訴你 IMF的資料 以IMF 從2002年為基準 統計到2014年 台灣的單位勞動成本 遠遠低於韓國 新加坡 中國 馬來西亞 所以我們在講 生產力沒有增加的狀況裡面 單位勞動成本下滑的趨勢 是來自於薪資低落以外 就是我要講 台灣的雇主 這個政策是做到全亞洲 已經是最極致了 把一個人當成兩個人用 工時當然超級長 所以你看 這個是IMF的統計圖啊 它的單位勞動力成本 已經是最低了 而今天我要看的是 國家政府的角色 你國家和政府 你在雇主跟勞工之間 當然是很難做到 大家都滿意 可是你選擇 在全世界第三場工時 休假日 你砍掉七點以後 全世界年假 有薪休假最短 然後工時最長 薪資最低 單位勞動成本最低 的狀況裡面 政府挺不挺勞工啊 我們當然是 而且我們是試圖 去盡量改善 所以我們希望每一次的改變 都能夠勞工的休息時間變多 那你怎麼釋法 我剛才已經講了 就第一個階段 我們先看嘛 我就跟你講 你的一利益休 是為35%的人 在加薪 我可以同意 你在加薪 也幫他減少工時 加薪的成分 遠遠大過於減少工時 都有啊 那對65%的人 你怎麼挺他們 我們讓他們不會因此變得更壞 對65%的人 你怎麼挺他們 相對於他們 你拿掉了他們的架 你怎麼挺他們 你讓他們沒有變壞 他們架就被拿掉了 他如果比勞基法條件更好 那我們就希望 企業界維持這個原來條件 那我問你 勞動權益要不要其一 如果你只是在 國定假日上面其一 勞動條件其一 排名假要不要其一 有薪試駕 勞動條件其一 是要一步一步來做 因為我們確實知道 那我先問你嘛 你要一步一步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裡先砍人家 沒有砍 然後你就說 我未來還會再還你們 還會再幫你一步一步來 我們希望沒有人因此變壞 那我現在就問你 你的一步一步是什麼啊 當然來就一步一步 就是在現場 我們希望國定假日 其一之後呢 我們希望看休假部分 如果說現勞工 跟現公務員差很多嘛 那我們在休假來檢討 怎麼樣能讓他們其一 排風假要不要其一 這個人命關天的事 排風的部分 因為我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勞動不去研究 這個不其一 所以勞動休假權益不其一啊 因為排風當然是第一個 就是所有的工作 都要在安全的情況下進行 只要是不安全 都不應該有 如果對公務人員不安全 那為什麼對勞工 是可以冒那個生命風險的 所以我說 我要勞動部來檢討一下 但是因為社會還是要運作嘛 你排風天不得可能 所有人都不去工作了 因為還是有維持這個 社會基本的運作 還是要存在嘛 其實排風天 像我也要出門啊 因為為什麼 我現在工作就不要出門啊 所以這個是必須 要去處理的事情 所以它不可能完全 你必須做的事情 我們也正在做啊 對啊 但是他就說 所以他不可能說 我現在講說 所以台風天大家都不要動 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但是說 如果照你的說法是 所以為了維持安全 所以百貨公司的專櫃小姐 台風假冒著生命危險 到那裡站櫃 或是小吃店 這個受雇員工一定要去 照你的說法是 一定要有人服務嘛 你正就講了另外一個極端 我說這個是可以檢討的 就是我們可以來限縮 或是去另一個規範出來 讓這種必要的工作 那人來講 有心家庭假裡面的試假五天 那要不要其一 因為你先砍掉了他們假 你說未來會慢慢的去檢討 那我們沒有看到你端出來的政策 我們看不到你說 未來要給勞工什麼東西 我們只看到你現在先砍了他的架 這個講法我不能 你拿掉了七天假 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改善 30%人之外的 另外我們希望 那其他60%人不要因此變壞 不要因此變壞 有很多種方法嘛 你的執政的最核心價值是 希望目前的權益值是 不要一直變壞 我剛剛講 可是你現在先拿掉了他的七天假 他就已經是變壞了 我沒有拿掉他 我剛剛已經講了 原來他如果是勞基法規範裡面 他比勞基法條件更好的 我們希望他維持嘛 那維持就是我們要讓這些企業界 還是要維持比原勞基法更好的條件 因為他原來給的 就已經比勞基法好了嘛 我們不會因為勞基法修完的時候 就要拉他 那你現在勞基法就是要讓他們比現在還更不好啊 你現在勞基法的修法 七天假的部分就是要拿掉啊 他現在已經比勞基法條件好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他 現在沒有修的勞基法 一例一休我講過了 你是在變相的加薪 不是解決工時 但是呢你的修假 你的修法 其實這樣拿掉七天假 那個林委員我跟你講 這個修法我就看不懂啊 你當時啊 比如講說你說 因為你們綁在一起嘛 為什麼過去國慶假日都有 那些天還能夠上班 主要原因是什麼 不只是一週雙週八十小時的問題 他可以這樣做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了 國慶假日是可以彈性挪移的 也可以付加班費的 也可以補修的 法律允許的 就沒有彈性了嘛 但是那些很多企業呢 在四十小時之後 仍然給他們七天休假 那他就是高於 現在勞基法的規定嘛 是啊 他是最低保障 企業願意給更多的 有啊 所以啊 就讓他維持這個條件 他就不會因此而變壞 那那一種企業 我們法律不規範他 他已經比法定的最低 勞動條件還要高了啊 但我們現在法律講的是 沒有那麼優渥的條件裡面 對雇主保護勞工的這個 勞動條件的最 法政府的基本態度 那現在的基本態度 我跟妳講 砍掉七天假 你給的是一粒一休 可是一粒一休 某種程度是變相的加薪嘛 他不是解決休假的問題 就這三十百分之企業來看 他不是解決休假的問題 加上加班費提高之後呢 有些企業他會減少 因為他覺得當然太貴了 他就不會 所以講這麼多 我真的還是聽不懂 你的邏輯是什麼 我意思很簡單 我們願意去 我們希望一粒一休 能夠貫徹 我們也希望 你的一粒一休 就是變相加薪 我對你變相加薪 聽我講我是好幾個配套 一粒一休 我們希望能夠貫徹 那國定七天 我不討論一粒一休 我在討論的是 砍假七天 那休假日不依 不是問題 休假權益不依 你怎麼應對 我一直問你 休假權益不依 休假權益不依 這個事情 跟剛剛那講是兩件事情 現在一不依的事情 我們是希望怎麼樣 就是勞工部分 我們希望有能力 我們就會逐步把它往上提 你講的有能力 逐步提升到勞工的休假權益 這可以討論 但你不可能一步到位 那這個是遙不可及的 遙不可及的事 我在這裡講 改善勞動條件 改善勞動條件 是我們的目標 你說未來要給權益 是遙不可及 但你現在砍掉 他的七天假是赤裸裸 這活生生直接就要拿掉的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 不像你講的說 都砍掉七天假的問題 就是我剛剛講 你就是拿掉七天假 當然你給他一粒一休 給他加薪 我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就是那個對35%企業來看 這個部分 那我提了一個方案 就是對於年假特休的 因應勞動彈性化 多元化 部分工時化 派遣化 我們提出 比如說這個OECD 還有相關的國家的規定 特休的制度的改善 你覺得可不可以 被放到修法裡面來討論 當然這個部分是可以討論 但是這個部分還是 我希望這個部分 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我還是希望 林委員能夠支持一粒一休 同時也能夠支持 國定假日全國一字化 那麼至於你所提到的 那個有關休假日的 這個調整問題 那是另外一題 我們也可以一起來討論 但是不要把前面 那為什麼我們 認為有問題的 你不同時討論 然後 你叫我們 支持你的三除七天假 三除七天假你要有配套 那配套要同時討論 我們就可以來討論 其實我剛剛講的意思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不會說是 三除七天假那個部分 其實有很多辦法 可以來處理的 我剛剛講 就是說如果勞累條件 比現在好的企業 而且我們會勸他繼續維持 現在這個勞動條件 你這個講的是一個 契怨的自我管理的制度 講的不是國家和政府的 法規性法制性制度 但我今天在跟你講 作為行政院院長跟立法委員 我們談的是國家法規法 制度性的制度的討論 不談企業的 它的更優於勞基法的管理制度 我們希望我們所有的政策 和制度的改變 都是讓現在勞工的追加時間 我現在問你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你在這裡你也打轉 好不好 你在講也是這樣子 我在問也是這樣子 我問你一個問題 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 台灣準備好了嗎 2016年起 台灣就要開始人口減少 邁向高齡化 2018年65歲的老人 就會超過幼年人口 然後這個 超高齡化 這是高齡 從這個高齡社會 2018年 超高齡社會是2026年 這個是國發會的估計 八年 就從高齡社會 邁向超高齡社會 你知道日本 從高齡社會 邁向超高齡社會 是幾年嗎 十一年 大家都認為 全國人口老化 最嚴重的國家 日本 從高齡變成超高齡是十一年 而台灣是超英 趕美 都比其他國家 還要更 更糟糕的處境是 八年 八年就會直接 邁入超高齡社會 那我要問的是說 2016年起全國 有超過四分之三 又老又窮的 下流老人家戶 這件事情 我們在談 年金改革的時候 我們要談 這些弱勢者的 這個老年經濟安全保障 政府準不準備接住他們 年金改革 要不要把這一些 弱勢的 這一些所得 替代率非常低的 然後不足以支撐他生活的 這一些問題 一併併入境去討論 那依據主席總處做的 104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你可以看得到 可支配所得 五等份裡面的最窮的那20% 有167萬戶 其中65歲 65歲作為經濟戶長的 有88萬戶 所以台灣最窮的五分之一裡面 167萬戶 老人當戶長的下流老人家戶 有一半 然後全國的家戶 有838萬戶 其實老人啊 這個家戶 就是這個所謂的經濟戶長 65歲以上 也佔了165萬戶 所以 165萬戶裡面的53% 是最低所得的 這個窮人 他一年可以支配的所得 是這樣子 29萬 29萬8 但是他的消費支出 是31萬8 所以入不敷出啊 入不敷出 兩萬 這一些下流老人的家戶 又老又窮 然後入不敷出 所以他們這個問題 在年金改革的時候 難道我們不用一併討論嗎 我現在講一個最 最開始就是說 我記得我們蔡總統的政見喔 就是我們那台這個 年金改革的時候 總統的政見有講到 要確保國民老年生活不於匱乏 那總統在623第一次委員會 在年金改革會議的時候 她致詞 她也有講到 在合理的給付水準下 要照顧弱勢者的經濟安全 蔡總統念資在資都有談到 合理的照顧弱勢者的經濟安全 確保老年生活不於匱乏 可是呢 行政院的年金改革委員會的籌備會議的草案 通通沒有談到這一點 在整個籌備期間 大概都是朝向財務穩健 縮短職業別之間的差距 但是分配不均保障不足的問題 都還沒有被納入去討論 那我今天要再看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這個是 這個主計處做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那我們看全國這個院長你當過主計長 你不覺得老年貧窮人口 只限於家戶所得最低的 這個20%的家戶人口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社會中間的廣大勞工階級 也正在面臨老年貧窮的困境 那如果我們說老年的經濟安全 是普世的社會權 每個人都應該享受 平等互惠的老年社會保障 可是我們就要看 這個台灣的所謂的這種 職業退休金 五種不同的社會保險裡面 事實上保險人最多的就是老保 他現在已經1千多萬人了 1千萬人了超過了 那這些裡面呢 請領給付73萬人 六成的請領給付的人 他的年金 他的領取的金額落在1萬到2萬之間的急劇 投保的年資25年到29年居多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們看到 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你看這些人 平均啊 平均值投 平均27年的投保年資 平均月投保薪資 3萬5千6 平均每個人領取的金額是1萬6 雖然這個平均所得替代率是45.3% 但是呢 主計總處喔 104年也統計 台灣每個人平均的月消費支出 1萬6千是沒辦法過日子的 是2萬421的 那依據衛福部 衛福部在統計什麼 貧窮線 貧窮線 計算這個低收入戶 他是以月收入平均人均是14794 等於說領勞保年金的1萬6平均1萬6 比這個低收入戶的1萬4 多不了2千元 多一點點 他們就在貧窮線的上面 所以我們在講說 這些 在看保勞保 一個月領不到貧窮線1萬4千7的 還有29萬人 這樣的所得替代率 我們要不要一併併入來討論 在做年金改革的時候 要不要併入來討論 勞保的年金給付 接得住這些弱勢勞工的老年經濟安全網嗎 所得替代率低到這麼低 接得住嗎 接得住嗎 大家又老又貧 到老又貧的時候是變成這種狀況 那我要問說 那女性呢 女性更慘耶 國民年金 女性的家庭主婦 她用國寶 可是國寶 國民年金 接得住一輩子 待在會內 待會兒 待會兒 Mend Film 請問您問尋 Ginsberg主席 請問問 請問問 喂 請問你沒有聽過 請問文化的案件 請問 問 請問 問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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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喊 請問什麼 由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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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層 第二層是業年金 第二層是商店 好 另外我想這些我們請書面來處理啦 好不好 這個問題請院長讓好這個不順序的概念 好 謝謝 謝謝 接著請張廖萬間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30分鐘 совет推 kilow 33 seconds 好 謝謝主席 我想請院長 陳恒 Bund為什麼 Drewigg 選擇 info uhh 那就是文書 店員來面飲 進來立法院來做市政總質詢 我想第二天 那也有相當多的問題 我想你應該有一些要講 因為尤其最近大家都在講說 包括我在中秋連續假期到選區去跑 很多選民常常問我很多問題 很著急 他說我們這次民進黨完全執政 那民調的問題好像對這個心格造成一些壓力 那我想民調高或低 其實我是覺得我不曉得 院長你現在聽到民調 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想我們政府就是要幫人民解決問題 盡量去改善我們社會 所以人民如果說是對我們的表現不滿意 那我們就要去找出問題在什麼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你開始在找問題 民調從民調裡面也可以看到一些 我們也許沒有看到很清楚的部分 我們會再努力 所以您也很重視 民調這個問題 你也在想說要怎麼樣 民調是反映社會意見的一個面向 當然有很多種方向 民調也是其中之一 民調起起伏伏 不過我想 有一點我必須要來提出來 就是說其實 這一次的民調執政第一次是面臨到說可以完全執政 所以選民的期待相當高 那我看你的民調趨勢其實 其實他已經就是走到比這個 這個所謂的綠色選民的那個結構選民結構還要低 那可見就是說我們本身原來支持者大概對一些做法也有一些意見 但是我在想 小英總統也講到說我們應該做一個最會溝通的政府 我想最近 我看這個統計數字裡面 我說光行政院啦 光行政院你就職白日的時候 陳情抗爭 就到行政院去陳情抗爭就有24件 24場 那過去平均大概一年 行政院前面大概50場 那短短的你才上陣三個多月 怎麼會有那麼多抗議 很顯然這些民怨很可能是延續性的 就是可能一直延續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個人很喜歡棒球 所以我常常在觀察 我也擔任過媒體記者 我感覺本來 我們的支持者或者說這個 人民對新的國會新的政府 本來應該是充滿期待 那林院長上來應該是 扮演一個先發投手的角色 可是這最近我看那麼多的事件 好像媒體重視的 都是一些包括剛才很多人講的 其實勞工的休假問題 我想這個也是從我們今年年初 在實施單週40小時之後 我們才去意識到說 有很多沒有配套沒有做好 那您上任的就要去面對 包括華航突然間去罷工 我想這個也不是說 員工罷工難道會是我們上台 也不是針對我們 那是長期治理公司管理的問題 像這個淘機淹水 大概也不會說我們上去之後 這百日突然就淹水 這些問題包括我看最近 最近你到屏東去看那個風災 那個叫 墨南地颱風 說恆春的這個觀測站 撤出了120年來最大的那個陣風 那包括CNN也講說 這是1989年以來最大的一個陣風 那造成了屏東地區5萬人的一個停電 我看因為媒體一直在講說 這個一直停電都還沒有 連續假期都還在停電 我記得你去巡視的時候 也曾經講過說 這個我們是不是台電的 在負責這個搶修的這個速度 能夠稍微考慮到災民的心情 這兩天我看所有的媒體在講說 你在指責台電的員工 本來是說能不能有同理心 來做一個這個關懷 讓他趕快復電 中期連續假期是很 我們台灣人很重要的團員日子 又放了四天遇到颱風 這颱風也不是說我們叫他來的 遇到了怎麼去面對 那你像台電這個事情 我也覺得你到底怎麼 現在很多我講說 很多本來是問題 不是 那你去面對的時候 你的危機處理到底是什麼 你的心境是什麼 為什麼會弄到會覺得說你在指責台電的員工 這應該是部分媒體的報道或部分的想法 就是優率和不賴板一定會出來的 是誰的問題我不清楚了 我都想院長我知道 但是我在第二天我也特別來說明 我說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就是應該要想賣 這是協調的問題 就是這個不是說在第一線救災人 當然他是很辛苦沒有錯 你當時是希望如果有台電的高層副總能夠直接下去 台電高層下去 這個在我來看是合理 為什麼第一個呢 就是說協調事情不應該丟給在一線修復台電的員工 應該是要有高層人去協調 而且他才知道這個到底是哪邊有問題 是道路的問題還是有其他問題 那麼他來協調就比較有效 不應該讓台電員工來協調 第二個呢 這個屏東地區有幾萬個戶在停電 那對台電他是以客戶 服務客戶來看 那就是他的客戶啊 如果客戶有這麼多有問題的話 那當然副總能力在第一線 你當時到底在會議裡面有沒有去指責台電的員工 我們沒有指責台電的員工 救災不利 我們沒有指責 這是外界的區解嘛 或是部分人的區解 我只是說 我們需要讓台電的副總經理下去 副總經理項目是什麼 第一個是幫大家協調 快速解決問題 不要讓第一線員工再解決 第二個 要讓屏東的災民能夠知道 台電的高層在這邊 跟他們一起來 共同來克服困難 這個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好事嘛 要求我們台電的高層下去 趕快來幫忙 這個災區能夠復電 本來還有一萬戶 有人從這方面解讀 就造成了這個結果 那我想 還有 我在基層聽到的 我想我們在研究民調 說民調其實起起伏伏 但是 我剛才提到說 包括 我們的支持者好像 被媒體這樣 不管是扭曲也好 或者說 有渲染也好 在裡面 每次都沒有信心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想趙鋒金的 我覺得我們該做的事情叫做 趙鋒金的 那個案子的處理 我就聽到很多說 好像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 都是被媒體開始追 然後我們才開始追一步 打一步 然後對金管會的表現 對於這個 我們要救責的對象 好像都是被 關心的媒體推著走 然後我們才去辦 好像你還說被金管會蒙蔽 還有講到震盪 哇 講一堆這個問題 我想 副市長 不是 這個院長 到底 你個人 對趙鋒案 這個案件發展到現在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應該這樣來講 所有趙鋒 金中間所產生的這個案 這是所有的疑問和問題 我們絕對是也一定徹查 而且這個徹查是沒有上限的 而且我們一定追究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在外界 所以會有這些疑慮 主要原因是認為 我們動作很慢 很多事情都好像 該做了沒有做 好像說都很著急 這個動作很慢 其實我覺得 應該這樣來看 第一個就是我自己 從2008年 我看到上一任政府 在查前任政府的很多事情的時候 包含像我自己親身看的 二基因改的很多案子 其實是很多地方是不符合程序正義的 而且造成很多司法迫害 那麼甚至於像 比如講說前行政院副院長邱仁先生 他被無故羈押 這個都是很多事 是在我來看都是不應該有的現象 所以我們今天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雖然說是各界有很多疑慮 但是我們應該是 我要希望我們現在政府 按照規矩來一步步來 應該要給當事人說明的機會 就要給人家說明的機會 要把事情查清楚再來講 這個事情一定是有一定的時間 就拿比如講今晚會以來 這次來處分這個趙峰來算 這是最簡單 事實最具體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精簡的過程中 都非常清楚了 但是為什麼要花這麼多時間 是因為你必須要約談當事人 要給他講話的機會 要把所有事情流程弄清楚 那這個部分當然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部分當然是造成很多人的疑慮 第二個呢就是說 很多人會說那你是不是自己查自己 或者今晚會為什麼自己沒有查 或者說是這個 這個國外的那個洗錢案子沒有查 這個部分其實說老實話 到國外那個社交起錢的很多資訊的掌握 那個部分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的 所以很多事情你也不能夠在這邊大聲去講講 而且呢說老實話 做這個事情呢 其實呢 我們也不能夠在第一時間認為 這個人就一定有問題 就先說他是有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呢 他分幾個層次來看 今晚會已經把現在行政部分 做了一個第一步的調查 是就精簡報告的問題嘛 他已經做了調查 那接下來之後下面的東西 當然就是要去看行政部門有沒有試者 那行政部門有沒有試者 當然就不是今晚會自己來看嘛 我聽你這樣說啦 很顯然就是說 對於趙鋒金案件 我們在案的過程裡面 沒有所謂的上限 沒有 這個就是我們要一步步來 但我們而且我們需要做的 不是我們不需要看到過去那種 有曾經發生過 不符合程序的程序正義的事情 我們就是一個程序 規格局以來處理 那麼這個部分呢 如果說是這個人沒有 我們懷疑他 但是沒有證據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無罪推定來看這事情 我們希望用這個方法 能夠讓這個事情能夠水落實出 而且讓應該有的問題的人 都能夠給社會大臣交代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一定會水落實出嗎 我想我也要替我們 很多關心的朋友問 真的能夠水落實出嗎 所有事情呢 只要我們能夠查的部分 我們要告訴社會大臣 我們將來如果查不下去 或查不到的部分 我們也要跟社會大臣講 這個等一下有什麼困難 我們應該做到這個地步 當然因為這裡面有很多事 限制到如果是真的要洗錢 那是檢查 就是檢方的事情 檢方事情他在偵查不公開的時候 更不能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這個洗錢事情就是某某人 什麼名單要公佈 或者是誰誰誰涉及洗錢 這個事情 檢方在偵辦中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 我們嚴守這個原則 就我們希望 我們願意去做 這個事情 希望政調人權的意義在這邊 務必要查到水落實出 也務必要讓所有關心 跟過去他換政府 當然是希望說 前朝 其實這不是你 我想趙風金也不是在你任內發生 他是 他發生的這個 被美國的這個經檢報告裡面 大概就是2013開始 那麼到現在發生了 當然是在前朝發生 不過我剛才提過 就是說其實你上任到今天剛好四個月 本來大家期待說 這個小英政府 挽救經濟 各方面五大創新 這個產業政策等等 還有很多的年金的改革等等 大家應該是一個充滿期待 可是我覺得 你們的反應 新團隊的這個反應應該加快 該說明就說明 委屈不能求全 所以該說明要說明 那說清楚 講明白說清楚 然後對於這些 有些扭曲的 或者說 你看民調也知道了 我們現在有意見 我想現在發言人也做了一些更動 那這個其實是調整職務 那外界也會說 其實同發言人做的也不錯 他過去的專長是 在國安方面的 這個兩岸政策方面的 那我覺得該調整 調整 但是該堅持也要堅持 院長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從陳水扁的政府 到馬英九的政府 我的統計資料裡面 每一個行政部會的首長 大概平均不到兩年 任這個部長 或者主委不到兩年 大概平均都換了 將近五 四點多 每一個職務 平均啦 八年 八年執政 所以其實外界在講 可能會不會有第二波的 這個職務調整 或者局部改組 院長您的態度是什麼 跟張蘭委員特別說明 就是說其實人事的問題 我們永遠都會在思考 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 那麼我們總是希望 盡量發揮他的優點 能夠避免他有缺點 那麼這樣就形成一個團隊 那麼團隊也經過這些合作磨合 大家也盡量可以去朝這方面來努力 當然我們也希望每一個團隊 最後所有的部會首長都有獨當一面能力 能夠去解決問題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能夠讓整個團隊力量變得更大 這是我們的目標 當然我們中間也許不是沒有辦法做得那麼美滿 或是如大家預期 那這部分我們一定會隨時來檢討 那麼當然就說在這個 如果說有更好的人能夠入閣 能夠讓我們的團隊力量增加 我們這隨時都可以來考量 但是在目前為止 我們仍然認為目前這個狀態 還算是穩定的 我們目前並沒有任何的 更換人士的考量目前 不過提醒院長 就是說有些我剛才提過的 很多問題其實是之前 就是之前留下來的 這些引起的話題 要趕快迅速清理 這種戰場 你一直在這戰場裡面 去扮演一個救火 或者說在球場我們講投球 你明明應該做先發的 我自己負責我來做 可是現在一直在救援 擇私別人擇私了 拜託 可能我要擔 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會對 我們志祺這麼會越來越怕 我了解 但我想我們會盡力來努力 做不好的部分 我們也會盡量來檢討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要提醒 我提醒那個 我要跟院長提過 就是說 剛才林委員最後有提到 我想少子化 少子化的問題 我不曉得我們政府上台之後 對於少子化的議題 到底有沒有一個政策 我們現在我想 我們不斷提出 老人照顧的問題 其實老人照顧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面臨高齡化 2018我們是高齡化 2026就是超高齡 對現在林委員說的 貝尼 貝尼 部長 請 我想 如果我們不能好好的去面對 少子化的問題 很多國家當然是國安議題 我不曉得院長 你對少子化 我不曉得院長你對少子化 我完全同意 這個其實是我們國家目前最大的危機 我可以來秀一下我們的出身數 我們在七十年代 大概就每年跌破四十萬 八十年代三十萬 你看那個數字是非常驚人 到九十年代大概平均二十萬 到去年一百零四年稍微回升 但是我們在交易文化委員會部長既然上來了 我就要提 其實今年是考大學是苦年嘛 對不對 今年大概就少了一萬四千個那個生員 這個對於高教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危機 就是說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部長 我們對於 這個 我想我們在新的會期 大概提到高教轉景條例 大概我們會 會有編列二十五億的基金 我們準備要來做退場機制 是 是有 那 那個部長 我現在要講的是生育率的問題 應該跟你沒有關係 那個院長 你請坐 院長我想 你也知道台灣的生育率很低嘛 對不對 多少你知道嗎 現在應該是全世界最低 應該是1以下吧 1.1 1.1 1.17 那 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國家的 對於生育率政策 我們鼓勵生育的政策 有沒有整套的想法 有些育兒 當然 我們我想 這應該是多方面 參考很多國家的做法 這個包 最主要是要能夠讓 這個 他們的這個 就是 小孩子出生之後的 所有的照護 和他的這個經濟負擔 這部分要能夠減輕 那這是當然 現在很多元的這個工作 要去處理 我們用104年來看 台灣的總生育率是1.175 遠距人口替代水準的2.1 也就是說 台灣人口 未來就學就業 甚至總人口數將會 邁向減少 會減少 開始會減少 那如果說 我們一直在講後端 我們長期照護政策 老人 老齡 高齡化社會 超高齡化社會 而對源頭 就是我們年輕人 不願意生孩子 這怎麼 有沒有 有沒有錦囊妙計 院長 這個部分我想 其實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但是也不是 太多的問題 包含男女的不平等 包含我們的這個 我們院裡面 我們院裡面是哪些單位 國華會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準備 各位報告 國華會有一個 就是人口政策的一個 委員長 那個部長 你可以請坐 那現在也有 院裡頭市長有一個 人口政策協調的平台 是由副院長來召集的 那裡面是有在討論 這些生育率的問題 以及整個人口結構的 衍生的一些問題 你們什麼時候會有一個 比較全面性的政策 我想現在地方政府 礙於財政 我看多數的政府都拖曳補助 生育胎兩萬 生育胎一萬 我想這樣子不會增加 不會 對人口的增加 不會有什麼大的幫忙 那個國華會裡面 大概朝向怎麼樣的一個想法 目前大概這個會議當然說 還要由副院長來召開 那可能參與的部會會非常的多 包括教育部 內政部 我們經濟部各方面 那確實這個生育率 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這一個核心的問題 當然是核心的問題 你看人少了 教育部那個大學158間 117年剩下16萬人 現在25萬多 今年25萬多 再過11年 12年 就是虎年 再下一個虎年 大概只剩下16萬到18萬 那個 生員減少這麼多 院長 那個光是大學 不知道要倒幾間 要倒幾間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只是 我一講到這個教育部上來 我想問一下國華會 你知道人口這樣子 少子化之後 人口的這個問題 少子化的問題 會造成哪一個部會的問題 勞動部會不會有問題 勞動部會有問題 因為勞動人口也會減少 經濟部會不會有問題 產業沒有勞工 當然就沒有辦法發展 沒有消費 財政部會不會有問題 稅收會不會減少 稅收會 就是負擔會增加 老人增加的時候 老人是要造成社會負擔 但是能夠貢獻稅收的人減少 所以整個社會結構 會讓我們的稅收 我想我提醒 我想在法國 在歐洲 其實他們也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可是法國的生育率 我看那個資料 居然超過2 我想超過2 他們為什麼 他們對於這個托育 托嬰的規劃 對於職業婦女的產假的規劃 我想他們是有整個配套的 整個配套 我想應該要好好研究一下 就是說怎麼樣子要端出來 不然的話我們不斷的 再找財源說 我們的長期照護政策 我們將來保險不夠 還要再編預算 預算的財源要從哪裡來 可是最重要的 我們勞動力減少 我們的少子化 我們產生很多 我們教育投資這麼多 當時鼓勵這麼多大學 你看 150 北京 可能三分之一 在12年後 10年後三分之一差不多要面臨退場 或者說合併 要怎麼樣怎麼辦 其實少子化的危機 已經不是我們在這邊 在講已經很慢了 這是個國安議題 院長 我請你一定要重視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其實你剛剛講的 其實現在很多部會的業務 我看 我再弄一個數字 我們看一下那個拖嬰 台灣 你看現在 我們孩子 0到3歲的主要照顧者 這個數字 我不曉得院長 你知不知道 0到3歲的孩子 在台灣 從 你看從76年到102年 其實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增加的幅度非常少 我們真正給保母帶 或者給拖嬰中心帶的 這個比例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不到一成 那你九成都是 父母 或者是 所謂的這個主父母 親屬帶的 你這樣子 但是其實 很多職業父母 他不願意生 所以 其實我們整個 少子化的整個配套措施 包括 我們 部長你負責的是哪一部分 教育部長 公共拖 我跟 謝謝委員關心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想 在目前 學前的 這部分 是可以來持續努力 也就是學前公共化的這部分 因為目前 我們 我知道你現在推很多非營利的 市立部門的 還是占比例高的 大概70% 那在未來這4年 4年要達到多少 60% 我們希望把它往上調整到 4比6 4比6 40% 我想這個也會在 未來這4年裡面 來逐步增加 那0到3歲的拖鷹是誰負責的 應該衛福部這邊 衛福部 衛福部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院長你請坐沒關係 衛福部有沒有什麼樣子的 我跟委員會講 這個 規劃 目前 確實我們是 百分之九十都是親屬 或者家長 對 那我們是要 這個發展 比較優質 零價的 對好 我想這個 我簡單問好了 我們106年度的預算裡面 我們對於 供托 或者是這些托鷹 要解決0到3歲的 要提高這個比例的預算在哪裡 有沒有變略 沒有 沒有 应当是有编例 那个详细的数字我不太清楚 没关系 部长 好好的 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大概要凸显的是少子化 他带来的议题是跨部会的 那院长我也希望您注意这个问题 台湾的人才 没有孩子怎么会有未来 我们一直在讲 我个人在地方18年到中央来 孩子就是未来 没有孩子怎么会有未来 那我们怎么鼓励 我们现在都是在解决问题 我看院长也很认真在 做这个长期照顾的这个规划 包括林万一政委他们都在规划 可是我们的源头 这孩子 这些问题 真是严重 我也希望院长能够在跨部会 你问起来大家好像对问题都是只重视自己的那一部分 那整个对于少子化的政策跟对策 它是不是应该提升层级 应该好好的来处理 我们院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话部会协调的 有的目前是有一个就是由副院长召集的一个人口和人才的这个一个汇报 那么当然主要业务还是由国发会来做政策的这个规划 我想院长我希望你能够来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样子让孩子让我们的年轻人愿意结婚 愿意生子 那么愿意呢 有一个好的一个托婴托育 有一个公共化的一个这种供给能够改善 这我想这非常重要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想地方建设的问题 部长 那个院长 我请教一下 我想台中过去 长期以来 过去我们都讲 国民党执政的重北侵南 那民进党执政重南侵北 有没有重南侵北 应该是不会 比较能够重视到 照顾到南部 我们台中都被忘掉了 那 不会 那我要跟 我要跟院长讲 我想 当然 一定是提到建设 我们台中的轨道建设 真的是落后台北高雄很多了 台北的第一条捷运 是在二十年前 台中到现在 还没有完成 两年后才完成 交通部 那高雄呢 我们落后高雄八年 高雄在八年前 它的红线局限已经完成了 二十六公里 现在第三条 环状轻轨的第一阶段 又完成 已经在试车 台中到现在一条都没有完成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台中是后发也限制 比如说铁路高架化是明年一百零六年完成 事实上南部的部分现在也是大概一百零六年才完成 铁路高架化多了几个站你知道吗 十个站 现在五个站最近已经完成了 现在已经来雨刊准备要开放了 然后那个刚才谈到事实上没有忘记到台中是 现在台中的绿线在一百零九年完成 一百零九年 对现在也在新建中 就是从物质一直到 就是物质一直到那个北屯 北屯 所以我想说在台中的 那最近这个我们经过铁路的讨论以后 就是说也把成功追分的双轨化放到这个建设计划 就把海线跟三线两个串联起来 就是说海线居民也可以透过铁路 直接到这个物质站 所以我想说这一部分 事实上在台中的建设是在 政府这边花很多力气在做 对我想我们正在规划这三条 就林市长的三首线 还有环线的一个双轨化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蓝线 蓝线是三你知道吗 打一条 蓝线是从沙路 然后走台湾大道到台中 你很清楚 叫太平 那目前这个也在做可行性研究 我想我刚才提过就是说 我们到109年才会有第一条 轨道就是所谓的捷运 那当然台铁高价化 那是原地把高价化 把它捷运化 这个是就地取材 那新的就像台北高雄这样 我们要到109年 所以我想整个台中的轨道运输 捷运系统其实是落后的 非常落后 我也希望院长能够在 我想我们再看到台北高雄 那台中这么重要的 我们现在是我们执政 我们也希望说中央能够来支援 院长在这方面 能够多多了解 多多关心 有机会到台中来看 就我们像台中港路 就现在台湾大道 那跟假日塞车非常严重 胡志祥时期搞了VRT 结果只是让民怨起来 大家会讀说那是捷运 那现在林家隆接手之后 林市长接手之后 把它变成一个快捷系统 纳入更多的公车 可是事实上它还是用筛 其实台中这个蓝线早就需要了 那我也希望交通部这边 能够来加速来支援 来支持台中的这三条重要的 我们当然可以分阶段 不可能一下子钱都到位 重要的要先做 让我们在109年的时候 除了台铁的铁路高架化 我们的绿色捷运之外 我们也希望第三条 其实第二条 能够赶快来启动 现在大概怎样 就是说整个科研研究 大概有几个课题 就是第一个是财务 第二个是酝酿 我想说这一部分 我们在跟台中市政府的讨论 也有谈到 比如说自常性在TIFF 跟TOD方面的一些挹注等等 我想以后我会再来 我希望能够多多快捷 我一直在上面 多多快捷 台北高层 所以我还能够多多 那现在的市长 是我们资政 很想要做外发展 那中间要做做 委员长做 主席院长 本会同仁 还有各部会首长 大家好 院长请 待会我没有特别请的话 就请各部会首长 就留在原位聆听就好了 那请各部会首长 如果主席没有交到 就先请坐 陈委员好 我们相识超过二十几年 我一直很欣赏你 也希望你的风骨 能够继续维持 是二十几年前 我初认识的林全 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期待 那我想请教院长 在这次台风期间 那么您对于台电抢修 你认为他们抢修不力 然后 我从来没有说他们抢修不力 那你要不要做一个成绩 因为台电的眷属 会觉得您有好大的官威 然后员工也觉得非常大的委屈 希望院长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因为你讲话的那个态度 不太像是我认识的林全 所以我想求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有重批台电 我刚才已经讲了 其实在星期六时候 那时候屏东停电和清门停电 都已经超过了三天 那台电跟我讲说 还有一部分 大概要到 还两天 就五天左右才能修好了 那甚至有些更晚 因为有些其他因素 你要不要给台电一些鼓励 那么当时我知道 其实台电 我知道他们在工作是很辛劳的 但为了减轻他们的辛劳 我们必须要把 让他修的速度要加快 其实是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的 所以当时我问说 为什么会慢 因为台电给我 每次给我一个速度说 到晚上11点可以修多好 但事实上都没有做到 所以我问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跟我讲 这是有道路不通的问题 或有其他什么桥段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问题 当时在三变中心 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跟地方有关 但是我会后之后 马上潘先生就告诉我 说他的路都是通的 只有一个春日乡是不通的 那我当然要去了解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协调事情 绝对不能丢给台电 第一线的员工 那是应该是要台电 好吧 你能给台电员工一些公道吧 你再讲两句话就好 我每一次去 我都在鼓励他们 我不能说只给台电 其实所有在一线的 包含水的 包含国军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够被误解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过 台电员工做的不好 或者他们的辛劳没有 我都一直在说 他们都很辛劳 但是我们希望有更多人 去那边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好 而且再说副总去那边 这是企业形象的提升 这个我一个 我那个客户有一万多个人 在那边停电 那我总经理 副总经理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 这对企业很好 我想每个企业都愿意做这事情 好 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 台电 你真的是好像有满腹苦水想说 我都还没有讲话 你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面报道 太扭曲太严重了 好 反正您对台电员工 还是给予百般的鼓励 我想这一点 他们是做得很好的 非常的重要 我想就像李富城讲 他不是换一个灯泡 那我也知道院长 您做事的风格像锁螺丝 你不是在敲这个锤子 你的风格不太一样 你是越锁越紧 但也因为这样子 我在想说是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忍耐不住了 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谈说 民进党是不是在整队 一个进口令的时代开始 这是我第一个观察到的现象 对不对 我们互相来谈 那为什么会把同政员换掉 人家说同政员 没办法完全传达你 对不起 同政员最像你 因为我们是百分之百学者 你们讲的是是非黑白分明 不会你拗 但这个不是符合政治要求 政治要求的是 事情对不对不重要 政治正确是第一优先 所以因为这种情况 所以政员兄 你不要觉得很委屈 你只是做错位置而已 因为你不符合 典型的民进党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当你在批台电的时候 我就担心说 院长你是不是开始要改变 因为民进党 是不是要有一个 进口令的时代开始 我把我的观察 跟院长来做分享 我要谈的就是一个不能说的 城局的现象 在这一次台风期间 一个脸书上面谈到说 我们的南部的国军救灾 成为一个孤儿 你知道多少的高雄的民意代表 尤其想选高雄市长的 全部跳出来捍卫城局 那种捍卫的强度 让我觉得城局旁边 有好多的左右护法 但是同样一个情形 在高雄发生的 包括有我们所看到的 派平商场在齐山的 打高定要拆除的问题 接下来果菜市场的拆迁问题 还有原住民部落的 拉瓦克部落 这些拆迁 都跟当时在苗栗大埔事件 有很多雷同之处 出来声援的人非常多 而且都是属于社运分子 都是基本上支持民进党的 基本教育派的 他们提到 请高雄市政府 坚守人权与环境争议 以民主程序重新检视争议 其中有一位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我们环境人权律师 现在环保署副署长 叫詹顺桂 他用了几个字 来形容城局 处理高雄重大争议事件 叫做威权统治的一度 但是他所受到的回击是什么 梁文杰虽然是台北市议员 但他向来是民进党里面 非常重要的炮手 我想邱泰山应该很清楚 因为这是你们派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智囊 也是重要的一个攻击手 这些话我想 阁员还有院长 你要放在心里面 当梁顺桂为了社会良心 讲出真心话 詹顺桂 去联署了一个 反对违法拆迁的联署书 梁文杰的回应是 民进党请你来担官 是请你来一同打拼 不是请你来是非不分 捅自己人的 两边都要吗 当双面人不累吗 詹顺桂讲 社会自有公平 院长 你觉得你的副署长有做错事吗 我觉得这个都是 不是行政院的业务 那当然他们对很多事情 会有一些公共政策 会有表示意见 这意见彼此不一致 这个也难免会有 那么 但是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 帮同志员叫一下去 帮他澄清一下 院长你讲这些话 就是典型的学者 不是典型的民进党 梁文杰才是典型的民进党 就是说如果你要讲学术理论 你就回学校 如果你要进入我们内阁 你就忘记你自己的风骨 忘记你自己的阁 忘记什么叫做是非 你只要记得政治正确 不然请你来做官 是什么 院长 这个转变就是我讲的 民进党在下一个进口令 所以为什么要把徐伟勇换上来 徐伟勇就是名嘴嘛 律师嘛 他未来绝对口才偏几 很多的话都会把你诠释的更好 因为你只讲到专业70分 他再把你加上30分的政治分 院长 第一个 风格在改变当中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风骨的关键 如果他还没有上任呢 你就这样批评人家 所以他今天发言嘛 不能讲话 我来解释一下 就让他多想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第一个 那个佟正元发言人 他其实他非常认真 而且做得也非常好 但是呢 因为他的个人专场 是在两岸和这个 曾经在都委会待过嘛 所以他调到国安会 做支援委员 也没有什么不恰当 佟正元已经过去了了 他去国安会了 他代表了林全院长之前的 那个140几天日子过去了 新的时代开始了 徐公勇代表了 另外一个民进党路线开始 所以为什么院长 我今天特别 把詹顺贵这一件事情 提出来的原因 是请在座各位阁员 把梁文杰讲的话 记在心里面 我请你来做官 是要你来捅自己人 我觉得这种事情 詹顺贵讲 难道这叫家天下吗 如果未来民进党是下进口令 民进党在整队 院长 你真的要 不如归去 因为这就不是当年我认识的院长 所以院长 我现在要跟你谈的是 后面第二个 是院长 这个院长不是你想做的 你不是那么喜欢做院长的人 你是一位民事 你有过你羔羊的生活 我也不是民事 好吧 有名之士好吧 可以吧 但是你不喜欢染入政治 就是这么样实际的 人与人之间的 这样的复杂关系 所以你做不做都无所谓 但今天你既然做了 我第二部分要跟院长讲的 就是一位失根的林犬 我想请教院长 为什么在今年3月27号 你到高雄去的时候 你说我在台湾没有根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重 难道房子拆了就没有根吗 在座很多人 小时候的房子都不见了 但是不会有一个人讲 说我小时候房子不见了 我在台湾就没有根 院长 你的感慨在哪里 这个一定 假设你从小出生的地方 已经完全消失了 那就是人家讲 年纪大的时候要落叶归根 就是归到故乡 出生地 那我今天归到故乡 我连我家在什么地方 我最近看不到 那就是代表没有根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院长 这些话 表面的话 不是表面的话 我后面要讲院长 我要跟你讲的话 是说 当天你去的地方 是海军中列 海军中列是 降世纪念塔 后面有四个字 叫做取义成人 那些埋葬在中塔里面的 那些无名的战士 可能是你父子辈 年纪的人 他们也没有家 可是他为了台湾牺牲了生命 台湾就是他的家 可是有很多 跟你父职辈同样的人 还有包括之后的 眷村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 院长 他们心里面的感觉 我在一篇专访当中 我看到院长你受访说 小时候高阶军官的小孩搭巴士上学 而我是搭拖板车的那一群 院长 这个拖板车是 院长 是不太好的 是大拖车了 不是拖板车 是啦 不管怎么讲 您走过 在你幼年时候 在所有的眷村 非常清贫 苦寒的日子 你是亲眼目睹过 对不对 应该是有看到很多 你走过那个日子 你走过那个日子 所以 他落映在你心中的 你绝对很知道 军人 绝对不是国家的米虫跟蛀虫 对不对 军人当然是 我们叫养军 因为你亲眼看过目睹过 你的学院里面 你爸爸就是军人 你看过周遭 很辛苦的孩子 从小怎么样 慢慢努力上进 你心中知道 军人在过去台湾 这六七十年当中 所扮演一个重要责任 你有军的血液 接着您做了教授 你有老师的血液 你见识过很多周遭你的同仁 他们能力不是很差 甚至有些能力跟你不相上下 还有超过你的人 他没有走入政界 也没走入企业界 他一生就坐欲英才 结果现在为了年金的改革 这些人也变了米虫蛀虫 你不觉得身为一位老师 你在学业里面 在过去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里面 你看过那么多的优秀老师 你觉得用年金改革 让老师被雾名化 你觉得对他们公平吗 我想联金改革跟雾名化 不应该化成等号了 就是说联金改革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做的 那么当然在这个改革过程中 今天来面会有激烈的争辩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是 用雾名化方法来去批评或造成社会对立 是 院长我现在要再讲是 所以你学业里面除了军人之外 你还有老师的DNA 最后你现在是行政院长 你是全国所有公务人员的那个领头 你了解公务人员 战战兢兢 奉公守法 所有事情如果一旦发生是过游下起 公游上起 公务人员爬25年30年 怕犯任何一次错误 看着那个隧道慢慢走到那个出口 绝大多数的公务人员是不贪账枉法的 所以才有今天台湾有如此的法务基础 因为他们是那个执行者 可是突然 他们也变成了米虫跟猪虫 所以你今天的学业里面 有军人 有老师 有公务人员 你是最好在年纪改革当中 院长 你是最能够讲话的人 因为你走过这些历程 可是我觉得院长 你真的是没有根 我觉得你在隐藏你自己的灵魂 因为你没有讲出你真心的话 我一看过你 对于年金改革 你所讲过的一句话说 年金改革是一个公共政策很好的议题 它少了一个血 少了一个泪 少了一个感情 结果您看到今天的年金改革 跟你同样是老师阶层的人 全教总跟全教残 在内斗的过程当中 用了字眼你不觉得很痛心吗 马前竹 鬼棍 出卖教师 求官 老师跟老师互逼成这样子 你心不会痛吗 老师不是这样的人 接着师生反目成仇 我所谓师生反目成仇是 老师教过的学生 后来他自己觉得老师是一个崇高的行业 他变成老师 结果为了年金改革 师生反目成仇 批成孤名调狱 不配做老师 建立妄语情何以堪 院长 这是我难过的地方 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改革 但改革过当中 尤其林万一我的学长 要有情感 要有血 要有泪 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你要拿出理去说服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谈 106年度的预算的时候 我们会另外再谈 但我举两个案例 跟院长讲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年金改革的时候 这一群是最后即将消失的 中产阶级的军工教 他们觉得被污名化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国家的财政 他的失控 我只举两个小点 因为未来在预算审查 我会再继续讲 你看我们桃园 内举不必轻 就讲桃园 桃园103年度的总支出只有 729亿 7291万 到了104年度 以下增加多少钱 增加了200亿 从700亿 增加到900亿 因为104年 桃园升格 一个升格 桃园没有扩张 他就从700亿突然增加到900亿 台南市跟台南县 合并 那100年的时候 两个台南市跟台南县 加起来 总预算就跟原来台南市台南县 加起来一样 只有870亿 可是桃园一升格 就从700亿增加到900亿 今年突破1000亿 院长 你看到一个地方 可以在两年突然预算成长300亿 院长 这个钱怎么花的 你有去问过吗 你以前做主计长的时候 你说你最会抠钱 你有看到地方预算的失衡吗 你看六都预算的比较 是520之前发生事情 你刚刚讲这个 103、104年 104年 104年就是郑文燦第一次选上 桃园的职家市长 但是问题才是 对 但我跟你讲他快速成长 今年破千亿 你看六都的预算里面 桃园今年增加80亿 台北65亿 新北还减少16.6亿 台中只增加17.1亿 这个副院长 给的筹毛不多 台南市也只增加2.6亿 桃园增加80亿 我应该帮桃园多讲话才对 可是你不觉得 这个地方 你看到一个预算的失控吗 院长 这就是让有些人觉得 你只看到了年金 看到有些人 大家觉得他们拿的太多 可是你没看到悄悄流失的部分 两年成长300亿 院长 一个地方预算有这么好赚钱吗 这个部分 第一个 你刚刚讲的部分 因为你是用不同时间点来看 据我了解 新北市 其实跟桃园市都有 在某个时间大幅度增加预算 那么这大部分人都跟升格有关 至于台中和台南 我目前的数据还不清楚 我就跟院长讲 台南市现在100年度 合并以后的第一次预算就是870亿 就是台南市加台南县 而且今年的预算还比7年减少 但是台南市认为 当时他们有故意对待台南不公平 第二个我要跟你讲的是 你在预算上面 你花大钱省小钱 我完美解释完了 刚刚地方政府预算 要看地方政府的收入 不是说我中央政府给他多少 算多少 因为他要看他 桃园我相信还有一个原因 可能他的经济成长相对几个县 是目前比较好 所以他可能因为 这个地方税收有增加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完全 院长跟你讲了 吴志阳做县长的时候 四年还了200亿了 郑文燦上任一年就花了200亿了 我只是简单跟你讲 就需要以公共债务法来控制 我希望你好好让大家觉得 你的预算是真正有在掌控 不要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未来预算失控 然後我再跟院长讲 地方政府的观点来看 我们只是以中央 给地方的部分来考量 地方政府还是要负他财政责任 就像苗栗县 他弄垮了之后 他那段时间也是 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 还是要地方自己去负财政责任 第二个要跟院长提到的是 中央部会预算 希望各部会 在接下来我们省业预算过程当中 不要花大省小 这一个资料库叫reaxis 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化学资料库 包括我们中原院 85所院校政府机关都在使用 我们为了1700万 我们就不续约了 叫各单位中原院各机关各学校 自己去签约 才1700万 就把台湾的基础的一个资料库 就把它删掉了 但是我们单单 我的文化部主管的台湾大型场馆 追加预算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追加10亿 台中各机院最少4.5亿 高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 最少9亿 因为连买椅子的钱都没有 魏武营完工以后的营运 要多少钱不知道 台电要租借日本发电机 听说两年要95亿 我不知道 当你在花大钱省小钱 同样的就好像你在砍年金 但是另外在旁边流失预算 我们总预算控制在总额没有变 但是你在花的戏目上面 我只举我所熟悉的文化教育 我就跟院长讲 这个中间出了问题 改革的过程当中 请有血有泪有感情之外 用理来说服人 我们确实有增加文化部的预算 但是我们有其他部会预算 有相对来说它成长比较低 所以我们让总预算成长总额不变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要总预算 总额要能够维持住 那这样的话财政就不会失控 所以你讲个别部会预算 那当然个部会预算 要请各位部会手掌 我只是举例跟院长讲 希望用这个让各部会 回去细思自己 有没有花大钱省小钱 我特别跟院长讲 那我内心 对于一些您施政的不满 我讲完了 接下来要讲的 不满 对我不满 当然不满了 如果满的话 你满意度怎么会这么低呢 对不对 但接下来满意度要高 后面这十分钟 院长你一定要认真听 各部会一定要认真听 谢谢 台湾跟香港很像 香港比我们更没有任何资源 香港2008年开始 就锁定全亚洲红酒交易 以香港为中心点 2008年开始 才不过六年光景 红酒在全世界的交易 香港已经是世界第一名 这就只是一个锁定一个项目 锁定一个红酒 香港就创造了自己的财富 这一点先给院长做参考 接下来我要做的 也希望院长还有文化部 特别支持的 那这时候可以请政部长 还有国发会 特别帮忙一下 全球艺术品的市场报告 2015年 它的总金额 达到12亿 120亿 创造就业机会 31万5千 全球艺术市场 在2014年 销售金额高达510亿欧元 当代艺术的价格指数 也在往上走 但是亚洲重要城市重贯线 在谈到艺术市场的交易的时候 新加坡在2010年 成立了自由文化贸易港 上海2013年 北京2015年 香港根本是全部免税 只有台湾 台湾的位置在哪里 我要跟院长 特别来说明的 在去年 我们让拍卖价格降低以后 让有很多的拍卖回到了台湾 因为全亚洲 拥有最好的收藏量的藏家 在台湾 最有能力的买家 也在台湾 去年还曾经 用包机把台湾的买家跟藏家 钻机载到北京去买 台湾藏家所拿出来卖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交易市场不在台湾 所以当我们把税金降下来之后 开始回流 但接下来我希望院长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本来想推文化自由贸易港 但是现在碰到一些阻难 可是我希望院长还有国发会 还有文化部发挥一个创意 把我们所谓的保税厂区 保税园区的概念 能不能用到文化保税园区 你就把我们原本的保税园区 加上文化保税园区 让全世界最高单价的艺术交易 可以在我们台湾 而且我还特别选定了一个不错的地点 就是我们的空总 因为空总 现在文化部要做文化创新跟文化实验 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靠一些 一般的人来买一些 台湾制作的年轻人 所创意的一些新的艺术品 单价绝对不高 交易量绝对有限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空总 把保税厂区 保税园区的概念 甚至你把那个duty free的概念 都给拿进来 院长我们有很多 光哥哥来到台湾 到免税店买的东西 是他要离境的时候 他才取货的 那为什么不能够在我们的空总 你就把他学我们 新加坡 香港 上海 北京 这边让他成为最高单价 艺术市场的交易区 如果你在这边交易 是国外交易 我不科你任何税 你的取货全部在离境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的税金 台湾没有减少 但是台湾的交易量可以成长 交易量的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一个商机 特别跟院长说明 为什么我们这几年 一直在推会展产业 包括高雄也盖会议中心 会议中心你要有项目 人家才愿意来 今天你如果利用这个地方 做一个全亚洲最大的 一个文化自由免税圆区 我们不仅在这边有交易 他交易一定会有仓储 仓储之外还有保全 还有会展 他可以带动多少的工作机会 而且你从高单价 还可以带动台湾一些年轻的艺术家 被人家看到 院长 我没有花什么钱 可是你就给空总找到一个最好的概念 所以你从duty free 从保税厂区 从保税圆区 院长 他就可以带动 一个文化圆区的概念 这一点我特别跟院长讲 这个事情 你不是从既有的一些人的身上 去挖一些东西 你是利用我们一些闲置的土地 你赋予它新的经济行为 就像我刚刚讲香港 香港也不过2008年选定红酒 作为它最大的交易市场 六年 香港就成为最大的红酒交易市场 它会造就多少的工作机会 会创造多少的经济能量 我觉得我们过去都是 把所有的想法都放在工业局 工研院 都放在这边 你今年你给了政部长 给他很大的面子 给他很多的钱 那钱总是会花光的 但是文化艺术市场的 产量是非常大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我去拿 这个全世界艺术市场的交易量 让院长来了解 台湾绝对不能错失 如果台湾今天错失了 对我们来讲真是很大的可惜 是因为我跟院长说过 台湾有最好的长家 台湾有最有实力的买家 为什么台湾要放弃自己的最好的有利地位 所以这一点这个建议 我希望院长 你能把它记在心里面 院长可以吗 谢谢陈委员 我想您的那个建议 就是这个文化创新实验的一个自由港区 是吧 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文化部 去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至于说是地点 其实它的研究可不可行 还有地点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部分可能都要再思考 像你刚刚讲的空总 我想它应该不是一个闲置土地 现在因为我们正要做一些利用 但是不是可以做这个 是最好选择 这部分也请文化部 来去做个考量 那么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请郑部长 再跟你做说明好不好 我特别跟院长讲 这个保税的概念在台湾已经很久了 包括鸿海 包括很多的保税厂 包括我们的科学园区 都有保税概念 我知道 现在只是一个观念的移植 你放空总放哪里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院长 当你在施政的时候 赋予一些更多的创意的时候 谢谢 你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满意度 那最后我放一段影片 让院长也感动一下 我很感动 我希望唤起院长一些热情 这是两位中龄的女性 透过台湾白染 希望来摆遍台湾 她寻找了台湾100种植物 然后自己种植 收集她的枯枝 然后萃取 变成最好的染料 你看她们的施作过程 做出来是高单价的 这个懒芝品 她也跨了时尚 跨了很多其他的领域 而且完全用天然 没有任何工业的成分 很美 非常漂亮 院长 当你看到这双手的时候 这就是台湾真正的爱台湾的人 可是我要讲一个笑话是 他们竟然是违规工厂 因为她在苗栗要弄一个农舍 结果我们的农业局 农委会说你是工厂 所以不能用闲置农舍 院长 你要帮忙的是 这些真正爱台湾的人 他们真正 用实际的行动来付出 所以这双手留在这里 若赢在院长的心中 爱台湾没有分蓝绿 也不要否认自己的基因 你勇敢讲自己的话 不要隐藏自己 我觉得院长未来的日子 你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这是我对你很高的一个期许 好 谢谢陈委员指教 我想这个部分 像这些在地的一些创作和产业部分 也就是我们政府希望能够去 未来去努力排植它 而且希望它能够走向国际 院长它不是预算的问题 它是感动的力量的问题 院长有机会我们再多交换一下一些 好不好 谢谢院长 多加油 谢谢 报告院会休息十分钟 休息之后 继续进行施政报告知识询 现在休息 多多多一位 都没有开始认出 行动 莎总继续进行 喆安 总继续进行 制度 9匡 2区 9区 9区 5区 中文字幕 李宗盛